丫丫轮爆出强制性交等丑闻后 日前也前往地检署监收征讯 被认定设犯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 预令50万元交保 此外由他出演的节目和影业中 目前也传出已经请假 而在最新的预告中并没有任何正面镜头 该节目也剩下4集尚未录影 再加上炎雅伦原本担任店长一职 让不少人相当好奇 未来是不是没有店长 还是店长有其他人选呢 对此制作单位也回应表示 节目的全员很多人也有很多角色 一切会按照原定计划录影 该回应也似乎暗指炎雅伦不会再回来录影了 消息一出意外掀起真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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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明镜 刚才的成天